少年无照炸死致死 今年7月也发生过 桃园17岁少年双载 撞到路旁大货车 后方机车再追撞 酿成一死两伤 今年8月苗栗也有18岁少年 无照偷开个个的车 撞飞机车骑士 骑士重伤不治 少年无照案层出不穷 看看交通部道安总动员 统计数据 少年无照开车前十大照音 照事量 今年1到7月 就有11件酿成一死11伤 去年有108件15伤 再往前看 111年和110年 也都超过110件以上 少年无照机车照事更多 前十大照音照事量 今年1到7月 就有1051件 九死444伤 去年2563件 酿成17死 再往回推两年 都超过3000件 超过20人死亡 年少新狂 这不应事事 那当然没有办法去联想到 那么快的去联想到 这个后果将一连串扩散下去 可能会扩散到什么样 无法令人想象的地步 专家认为少年无照 没有改善是教育端 无法及早进入教导最大问题 比方说我们用性教育来做对比 在合法的年纪之前 早就开始教了 关于交通教育的事情 又何尝不是如此 及早的进入校园 目前看到顶多是 大学才会有这样的教育 但是高中国中 就是它已经会开始出现 专家也说少年无照心太多 是因为不知道后果严重性酿货 不过纵观台湾交通事故死亡率 也是每因日韩的四到六倍 2022年前11月 台湾交通死亡人数2825人 超过日本全年2610人 2021年南韩美10万人的交通 死亡事故率已经降到5.26人 但台湾还高达12.67人 台湾交通死伤仍看不到 明显盖上检方 提供新闻王向曹热人台北前目到